来介绍一下这台空气清淨机的灯号 按一下 它就会开始显示现在目前的灯光 然后它一开始会循环的 把它的灯号的颜色乱过一次 红色代表空气差 紫色代表它侦测到空气品质有污染 那蓝色代表正常 那三个乱过一次之后 它就会开始做目前环境的侦测 然后开始运转 然后如果你现在的模式 是选择到智能的话 它就会侦测目前的空气品质 然后来决定现在运转的风量的大小 比如说像我刚刚已经乱过一次 所以现在我家的空气品质是干净的 所以它现在显示的是蓝灯 然后风量也是最小的 就很安静